大概在六七号我们就制着这个表 这个表呢就能够充分的反映我们每个病人的这个收治的情况 这个表呢已经是改了几版了 现在是我们这种最简易的纸 因为我们在封城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印刷这个东西了 你看这个是粘上去的 这个是第三版 这个是第二版 刚开始呢 三楼四楼五楼 代表三层楼 然后里面呢就是根据每层楼的情况 就是根据每个病房 我也是画了这样的格子 然后每个病人住在每个房间 我就把它粘上去 那现在的就是根据你收治的新的 这个就是八九十楼 那么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就住在这个房间 三十二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当时我不是说跟你说分配病人吗 他们每天给我报拿一个本子 而我有八个病人要收 然后我就一看 就只有五个空了 这就是两个空 能收两个 那我就根据病情 然后我就把它 把这个病人划好 就给他拍上去 你今天把它给我收这儿 然后另外一个病人把它给我收这儿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指挥图呢 一个是大家能够看得一不了的 这个蓝色就是没有接触死的 而这种像这种黄色呢 这上面有黄色的 就是代表它有接触死的 黄蓝海鲜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区分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旁边又有一个树条呢 因为当时还有什么 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嘛 那么 确诊来的病例 我们就用这种红色来表示 然后没有确诊的疑似病例呢 黄色的 那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些病例 就是 它是没有完全确诊 它就已经出院了 然后 随着后来的那个核酸检测 那个能力增强 大量的黄色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红色 这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病人就这样区分的 这个条例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病人 现在还没出院 那么这个代表 它是没有黄蓝海鲜接触死 但是它又是一个确诊病例 这个 当时代表的就是 没有黄蓝海鲜接触死 但是呢 它是个疑似病例 那你看呢 这是确定的疑似 后来我把疑似两个人给扎了 出院了 我们就把这个上面的这个 标签给撕下来贴在上面 然后所有的蓝色 肯定是代表没有黄蓝海鲜接触死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就很早就把它提升起来 就一直没有降下去 然后在这个里面工作了 一个接近一个月 我没有医护人感染 所以也就表明就是说 防护到位 这种感染几率是很低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